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15号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12月16号星期五 北京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太多了 多到什么程度呢 官方文件显示 中共向外地已经开始征召医护人员进京援助了 而北京内部传出消息显示 北京的医疗系统可能已经弹了 中共官媒今天发表评论 对中共过去三年的抗疫措施是极力吹捧盖棺定论 但是也暗示 动态清零将正式告别了 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聊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Augusta Precious Medals 在美国有退休账户的人啊 总是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退休金 特别是现在通货膨胀严重 物价很高啊 人们的腰包也在不断的缩水 甚至呢 我们注意到有的退休人员 退休之后不得不重新出去找工作赚钱 那么有没有让我们的资产保值的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您可以用黄金 IRA 这是一种特殊的个人退休账户 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 您就可以在这个账户里边持有实物的黄金和白银 有句老话叫乱世黄金 您应该听说过 意思呢 就是在不好的年月 人们都是用储备黄金来让自己的资产保值 那在美国就有不少人都是通过Augusta Precious Medals 来开通他们的黄金 IRA账户 Augusta Precious Medals 被Money杂志评为了2022年最佳黄金 IRA公司 他们拥有数以千计的五星级评级 还有数百条好评啊 而且美国商业改进会3B和其他消费者监测公司 都给了他们最高评级 像知名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名人堂四分位球员 乔蒙塔纳 他就非常信任这家公司 您如果有兴趣呢 就可以访问我们视频下方给出的网站 填写简单的个人信息之后 就能获得黄金 IRA的免费指南 而且啊 在咨询过程当中 如果您提到了 是通过新闻看点频道推荐来的 您将在一年当中被免收任何费用 注意哦 一定要提到是新闻看点频道推荐来的 另外呢 目前 Augusta Precious Medals 他们只服务于美国境内的客户 不支持国际运送 而且只是提供英语咨询 那好 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